痛自狂砸墙上 林建言怒丢店家门口 炸喷一地 男子走出店家 气愤砸店 管线杆子一并砸没完 声音做到一半 男子失控暴走 店家急忙查看 发狂猛摔铁杆 硬生断成两半碎片 瞬间飞散下坏 路过民众 恐怖砸店怎么回事 竟是为了这个 防疫消毒门 走过去酒精喷喷好安心 但却分为感应式与持续式 引发争议 原来廖姓业者 到高雄丽雅去的日式餐厅 施作防疫门 工程已经完成70% 店家这才询问 防疫门是不是感应式的 廖男回复 这是持续式的 要感应式会更贵 想不到餐厅业者当场退订 要求对方收回零件 但廖男2500元工钱 没赚到快完成 才被打枪还得恢复原状 加上挨饿施工 肚子咕咕叫 这使他向店家索讨 车马费竟还被一口回绝 气得他拆除防疫门 怒砸餐厅 所以为造成财务毁损 为导致餐厅负责人 限制新生畏惧 提告恐吓罪 检方复讯后认为 廖男一时情绪失控 份而毁坏 没安装完成的防疫门 但毁坏物品 不一定具有恐吓意图 可能是单纯生气 导致认定恐吓罪证不足 予以不起诉处分 记者黄天耀 黄玉兰高雄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 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